人工智能AI已经成为当今科技领域的热点话题 从自动驾驶汽车到智能家居 AI正在迅速改变我们的生活 然而,随着AI的发展 我们也面临着一些重大挑战 今天将深入探讨AI的未来 包括其潜在的机会和面临的挑战 医疗健康,精准诊断 AI可以分析大量的医疗数据 例如影像,基因组信息和病例 以帮助医生更准确地诊断疾病 例如,Google的DeepMain开发的AI系统 已经在眼科疾病的诊断上超过了专家水平 个性化治疗 AI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推荐最适合的治疗方案 例如,IBM的Watson for Oncology 利用AI技术为癌症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治疗建议 医疗机器人 AI驱动的机器人可以执行复杂的手术 提高手术的精确度和成功率 例如,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系统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微疮手术 教育,个性化学习 AI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风格和进度 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和资源 例如,Cursera和Con Academy等在线教育平台 已经开始使用AI技术来优化学习体验 虚拟教师 AI可以充当虚拟教师 提供及时反馈和指导 例如,Dualingo使用AI技术 为学习者提供语言学习支持 效果显著 工业自动化 智能制造 AI可以优化生产流程 提高生产效率 例如,通用电器使用AI技术来预测设备故障 并进行预防性维护 从而减少停机时间 物流管理 AI可以优化物流和供应链管理 提高运输效率 例如,亚马逊使用AI技术来优化仓储和配送系统 大大提高了物流效率 环境保护 环境监测 AI可以分析环境数据 帮助预测和应对环境变化 例如,NAS使用AI技术来监测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 污染控制 AI可以优化污染控制措施 例如,智能交通系统可以减少交通拥堵和尾气排放 从而改善空气质量 挑战 隐私问题 数据安全 AI需要大量数据来训练 这可能会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泄露 例如,社交媒体平台使用AI技术分析用户行为数据 可能会引发隐私担忧 数据滥用 不当使用AI技术可能导致数据滥用 例如,利用AI技术进行大规模监控或不正当广告投放 失业风险 岗位替代 AI的普及可能会导致某些工作岗位被自动化 从而增加失业风险 例如,自动驾驶汽车可能会替代司机的工作 自动化客服系统可能会替代人工客服 技能需求 随着AI技术的发展 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也在变化 工人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新技能 以满足市场需求 道德问题 决策公正性 AI的决策过程可能会涉及到道德和伦理问题 例如,自动驾驶汽车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做出决策 可能会涉及到生命权和安全的选择 偏见和歧视 如果AI系统在训练过程中使用了有偏见的数据 可能会导致决策中的偏见和歧视 例如,人脸识别技术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种族和性别偏见 技术不平衡 全球差距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AI技术的发展上存在差距 可能导致技术不平衡 例如,发达国家在AI技术上投入更多 技术领先 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技术落后的问题 数字鸿沟 技术不平衡可能加剧数字鸿沟 部分人群无法享受到AI技术带来的便利 从而进一步拉大社会差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